大家好,我是沙麦 这颗草大家认识吗? 小时候是不是经常会遇得到? 现在比较少见了 这草呢,在我们这里 我们叫它水相父 或者是水无公 因为它生长在水边比较多 也有些地方的人叫它三人扛住 因为它的花球下面都是有三张叶子 把一根给大家看清楚一下 每一根花梗上面就有一个花球 花球下面是三张叶子 所以有些村民就很形象的 给它起了名字叫三人扛住 还有些人叫它三甲草 龙兔猪 三无公 寒热头草 十字草 寒气草 金牛草 露水草 水牛草 山副跳 上寒草 发汗草 实在是太多了 它可是我所了解的这些草里面别名最多的 所以它的用途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农民给它起的这些名字 都是跟它的用途比较形象的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水无公的叶子吧 它的叶子比较细长 中间是凹下去的 它的花球下面是有一根直立的花梗 然后这是它的种子 长出的种子轻轻一拨就掉落了 这一个呢是还没有长出的 现在比较少遇见这水无公了 倘若遇到长势比较好的话 似乎它的每一根花梗都一样长 远远看过去这一处水无公像是修剪过似的 像一个绣球掉落在地上一样 特别的好看 夏天我们比较喜欢划着水无公拿回家包凉茶 再搭配一些茅草根 那就更完美了 这个呢是它成熟了的种子 这成熟的种子比较硬 似乎有点扎手 这样轻轻一拨动 它全都会掉落下来 像前面这些呢是还不够成熟的 这水无公也可以做盆栽 网上售卖一盆小小的水无公 都要十多块钱一盆了 如果做盆栽的话 也不能让它长得太高 太高了它这个花球就不好看了 因为它的花球比较小 要它的花梗短一点就比较好看 花梗太长了就有点不协调 看到这么迷人的水无公 如果大家想用它做盆栽的话 可以到山坡西旁还有荒地 或者路边的草丛中去寻找吧 种在家里面 它既能做盆栽 还能解决一些我们生活中的小烦恼 真是一举两得呢 朋友们 你们还知道这水无公 还有哪些作用和用途吗 你们的家乡又给它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因为它有太多的名字了 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是属于你们家乡的叫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山卖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山卖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